太阳升上来新闻端出来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 欢迎收看金伟点评 我是David郑金伟 非常高兴5月1号一大早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 那当然今天最大的消息就是福建建即将进行海事 那我们也看到整个中国官方现在公布的消息 是在马上就是现在7点 7点开始之后 长江的出口跟进口就开始进行交通管制了 那当然现在来看昨天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到福建建已经离开了博位 拖船拉着它 那现在就等着航道进空 7点进空之后就开始要进入航道 那当然出去之后就应该是在东海有一个区域 现在海事局已经公布了这个范围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有军事活动 任何船只不能靠近 那他也知道就是给福建建这个海事做好准备 那时间是从这个5月1号 今天的早上7点开始到5月9号早上9点钟 那当然这段时间算是第一次海事 所以看得出来大家都非常的兴奋 但是看得出来经过6年的准备 从这个设计建造一直到现在 应该是西装完成 细薄实验也做完了 现在再来就要拉出去 跑那么一下 当然在海事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尤其是福建建 它是一个全新的设计 那这个到底造的怎么样 能不能发挥战斗力 海事就看出来了 因为之前都是静态 对不对 土子出来 然后在干屋里面造 大家只看个样 那这个船跑起来怎么样 那各方面的性能怎么样 通通只是算了 以前都是算出来的 对不对 没有实际在海上跑过 因为海上的状况 各位都知道 海浪对不对 还有海流什么风向 这些都会影响船只的表现 所以这个船 现在的最后海事的时候 我相信福建建的这些工程师 真的是捏了紧张的不得了 捏一把冷汗 希望能够成功 因为之前都是算的 对不对 花了那么多时间 6年的时间 那最后这一刻 真的是他们非常兴奋期待 所以这些天 应该登建的叫做乙方 就是测试 甲方是军方 乙方就是造船厂 还有相关设备的厂商 现在全部登建 干嘛 要开始海事的时候 就要看整个从船身 对不对 比如说所有的设备 对不对 配件 通讯系统 排污系统 饮用水系统 武器系统 供油系统 升降机 防火门 这个里里外外 甚至厨房里的锅子 炉子什么 大大小小的东西 是不是都能够正常运作 因为没有出来之前 大家都已经检查完了 安装完毕 都看过 没问题了 对不对 现在拉出来要跑了 对不对 因为在海上的时候 我们有讲 那个海浪 各种 这个让这个船 还有上面的设备 是不是也能够稳定的运作 这个就很关键了 因为甲方在后面要验收 验收不过是要退货的 因为这个东西甲方验的时候 是很严 这个军方要验 你想想看 军方花钱 找这些人 大家来做 对不对 做完了以后 这个要拿去保家为国 打仗用的东西 要是不经打 不耐用 那这个将来对不起国家了 对不对 所以甲方验是非常的严格 所以乙方 现在这些工程人员 全部上去以后 把这些设备全部都装好 验 听说验到细到什么程度 连那个油漆 都不能有剥落或掉一块 都要验到那个程度 你就知道更不要说 那些设备的运作 要到什么程度 那是高标准 超标准 因为军用规格 一般比民用 要档次上去 对不对 你军用规格的意思 就要耐用 因为这种东西 武器的东西 尤其军舰 航母 它常年在海上 对不对 这个盐分 什么各种温度 什么 它要经得起这些考验 然后不能故障 敌人来的时候 它能够正常运作 对不对 它不能娇生惯养那种 就是 你完全要达到这个规格 所以军用规格 大家都听过 特别贵 对不对 那个汽车说 我这个 这个是登山越野 军用规格 那个档次就不一样了 好 那这一次呢 应该是厂商测试 那当然现在 因为海市是 基本上还保密 所以 这个军迷 大家现在就在 猜 在想 但是也别急 反正呢 现在最重要 是让它 大家要有耐心 因为你想看 当年那个福特级 美国航母啊 从那个 它下水 到西庄 海市最后 它花了五年的时间啊 在说财入列 但入列之后的福特号啊 大家都知道 那个实际上呢 是拖拖拉拉 最后啊 国会都发怒了 说呢 你们是在港口 展示啊 航母 对不对 该出去了吧 所以那个 那个福特级啊 才终于拉出来啊 从去年吧 才拉出来 那么溜了一下啊 溜了一下 所以就知道 航母这东西啊 它大 对不对 像那个福建号 航空母舰 大概也将近十万吨 你想想看 船上官兵啊 四五千人 他们的生活区域 工作区域 那每一个都不能有问题啊 譬如说 他吃的不好 睡的不好 那怎么打仗呢 所以你想想看 不是说光武器系统强 对不对 然后呢 譬如说大家吃饭 没地方坐 这个都有影响战力啊 所以你就知道 每一个环节多重要 甚至连升降机的秒数啊 对不对 几秒钟 可以从下面甲板 可以把这个机库里面 把这个飞机啊 送到上面 这个飞行甲板 这个都要算啊 要用那马表算啊 你慢一点都不行啊 打仗的时候就是要 说好几秒 就是几秒 那个弹药库的弹药 几秒钟之内 能够送到飞行甲板 这个全部都要测的 对不对 所以你看现在啊 在这个福建号上面 我们看到有 有歼35 歼15 空警600 还有什么 那个高轿的 教练机10 这个有人说是模型 但我觉得也可能啊 就是时机就上去了 当然这个要测试嘛 这个甲板升降啊 什么你要真的飞机上去 要有那个重量 他比如说一次两架 歼35从机库出来 送到飞行甲板 这个就位 这个都要测试啊 测试 好 所以呢 这个很重要 要挂弹加油 不多少时间 这个飞机上来就位 多久以内 可以把油加满 弹挂好 它可以升空 这个都要测啊 这个什么油管呢 什么这个 上不来都不行啊 所以你看知道 这一次啊 厂家测试啊 非常重要 当然呢 这个更重要 造船厂这方面呢 就要看啊 这个船啊 在跑的时候 它的那个 比如说 这个静电干扰 电子干扰 抗干扰 对不对 还有呢 船的稳定性 它的照明啊 电力供应啊 噪音啊 什么这些 因为你那个真的船 开始高速跑的时候 它的噪音震动的频率 这个对船的 这个金属疲劳啊 都都有关系的啊 因为之前啊 这个在港里面 大家看到烟囱啊 冒烟了 那个发动机啊 在转 但是你要全速 在海上跑的时候 加上海浪 风 各方面 它的震动 那个频率 对船的结构 有没有影响 这个都要测啊 所以你看看 这个要测的东西啊 太多了 什么飞机起降 那个都是后面 后面啊 那现在要测的是船身 因为大家都其实知道 那个004啊 005 006啊 它的那个 不管是核动力啊 还是传统动力啊 将来这个船身啊 长得就这个样了 跟003是一样的样子啊 所以这个船身的结构啊 若有问题 比如说将来真的 在某一些地方 设计的时候 没有算到的 那你要快改啊 将来004 005 006 要升级版啊 对不对 这个一定要注意到 因为这个不能说 这个就 有问题就继续下去 这问题一定要调整啊 那这个 当然还要看整个操控性 它的转弯 半径 对不对 加速的速度 还有呢 就是它 整个停车之后 它会滑多远 这个都要测试啊 这个算好 因为这些数据呢 将来要告诉船长 在这个船 它的性能 是多少 就像我们买车吗 仪表板上写 最高速度 时速 350公里 当然你从来没开过 350了哦 对不对 但它意思就是说 我的车 如果达到极限 是应该可以到350啊 当然这个 绝对不行 允许开快车 这个警察会开发单啊 违反交通规则 不鼓励 但是呢 这个船的急速 要测出来 要告诉船长 你全速跑的时候 譬如说 可以跑几节 当然这个官方数据啊 一般都是啊 参考 各位看到 每一次呢 各位看所有的军舰 各国的军舰 这个速度 都30节 大家不会把自己的底啊 告诉你 有些人说 美国的航母呢 可以跑到40节 但 他不知道了 他不能告诉你啊 告诉你 你一算 你看他今天在这 明天在哪 你可以算得出来吗 他的航数 但 如果他真的全跑 他可能跑 早就早就到了啊 所以福建舰也是一样 在这个测试的时候呢 这些都是数据啊 要要测出来 譬如说发动机 马力全开 以这个现在的这个设计 这个福建号航母 可以跑几节 好 当然平常你不要拼命嘛 平常呢 就是正常巡航 什么25节咯 20节咯 这种速度去跑 所以这次福建号呢 航母啊 大概海事的时间不会太长 然后呢 回来之后呢 所有的问题都记下来 然后呢 可能要快点马上 要扣港啊 然后 有什么问题啊 快点去改进 哪怕油漆啊 有地方掉了 要补漆啊 要干嘛 要干嘛 都要做 那个设备零件有问题啊 要更换的 要干嘛 都要快做 好 那在至少厂商海事的部分呢 大概至少两次 那厂商要把所有的问题 全部都搞定了 搞定之后呢 这个带来就是要交付第三阶段了 就要交给所谓的甲方了 甲方就来了 甲方就是将来 比如说这个基本上嘛 这个总装 那然后这个海军的 那国防部的 还有这个将来这个航母要用的这些 这些都要上来了啊 海军曾经操作过航空母舰的这些 什么舰长啊 大副啊 轮机啊 什么甚至所有的人通通上来啊 曾经在这个 比如说这个辽宁 山东上面工作过的这些啊 这个有经验的 这个这个通通来了 大家登舰 这个甲方要验收啊 他有分组啊 分得很细 比如甲板组 对不对 那这个防空武器组啊 弹射组啊 还有什么轮机组啊 什么这个 比如说还有驾驶啊 什么各方面 大家都要上来验收啊 那个页呢 是很严的啊 听说是一个房间 一个项目 一个设备 这样验啊 不是说嗯 大概啊 看看没问题 不是啊 比如说 举例来讲 请示 这个进来啊 大家就开始检查 从每一个开关 到线路的配线 到那个 比如说他的床位 各方面 有没有达到标准尺寸 跟合约上 写的一样不一样 那个哪有尺跟梁啊 那全部要这样 一间一间一间验啊 那更不要说那些设备 那你完全要验啊 因为有东西多了啦 那个 譬如说 弹射系统 这就是一个大的 对不对 雷达啊 防空武器啊 那你跟机库 里面的甚至防火门啊 比如说有打仗的时候 机库里面啊 很大 很宽敞 对不对 但他有很多防火门 当这个真的进入作战状态的时候呢 这些飞机啊 除了上甲板之外 其他的机库防火门通通要关掉 所有的这个 整个航母里面的这个舱啊 都要关起来啊 因为万一中弹 进水 他也是局部进水 他不会 这个水在下面就马上船叫歪了斜了 都不行了啊 所以呢 这个这个关门的速度 因为那个防火门啊 尤其是机库 那个非常的巨大 那个不是人工的什么 像一个这个舱门啊 这样一锁紧就好 他关门的速度 然后是不是很吻合 这个都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呢 防火设备什么这些啊 都是甲方要验的 那尤其是弹药库 还有油料 还有这个船上的这些饮用水啊 污水啊 这些全部都是甲方要验 那当然甲方在验的时候啊 那就要就要照合约啊 上面那个合约啊 一定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一本啊 可能是一卡车的合约啊 要验啊 大家看啊 这里面没一项 没一项 没一项 绕符合 所以现在来看呢 这个大概海市的部分啊 预估啊 因为牵涉到验收 他不是光是测试啊 说我们跑一跑 没问题没问题 好就这样交 不可以啊 这个海市不是 大家拿出去啊 就像我们买车啊 怎么去绕两圈啊 好了好了 这个车子性能不错 就这样买了 不是啊 人家是几乎都要把它拆开看啊 每一个是不是这个东西 都没问题啊 这个验收啊 验收就在这时候 海市的时候验收 因为有些设备 你停在港里 你看不出来 对不对 比如说发动机的推力 当然照数据 他应该可以 把这个船啊 跑到35节 那真的跑的时候 他能不能跑35节啊 他跑不到35节 他发动机是有问题的 对不对 怎么可以 说是35节 他跑不上去 哪里有问题 是发动机的问题 还是船 设计有问题 要找出来啊 所以这一次的海市啊 应该可以看成是所谓的 这个要验收了 要验收了啊 如果照全新的航母设计啊 大概是这个海市验收啊 是12个到18个月啊 差不多这个一年到一年半之间 因为有一些静态的 可以的 其实啊 已经都已经验收完了啊 大概都验收完 比如说比较简单一点的 这个不需要运作的 比如说厨房 餐厅啊 桌椅啊 这些东西啊 应该都看过了 没问题了 都已经打勾了 打勾了啊 那现在要看的是 那个洞的部分 对不对 比如说轮机 弹射 什么升降 这些那些那些 那个都要到海上 船啊 在跑的时候 那些在看 这个整个雷达打开啊 你的这些 这个都验收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是为了将来 能够发挥战力 必要的过程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急啊 哪怕就算18个月 因为验回来有问题 是要改的啊 就是说 譬如说现在这个 不能 这个设备 不能达到性能 对不起啊 那拆掉重来的 不是说 哎呀 大家就将就一下 就这样用吧 不行啊 因为你不能发挥战力 因为现在已经知道 你的对手 他的实力在哪里 如果你不能做一个 跟他至少 50 50吧 那你就不要做嘛 你不如不要做 对不对 你做了 插人家一大截 你做什么做 所以现在来看呢 这个时间啊 大家一定要耐点性子 不要急啊 那就算18个月 24个月 那已经是中国速度很快了 对不对 你看人家印度下水10年才入列 最后总共下水3次 你就知道 没那么简单 这个当然中国速度是很惊人的 但是大家要烧弯物照 尤其是这个中国造航母 这个东西啊 在全世界来讲 也是够牛了 那你想想看啊 从当年买个辽宁舰 然后经过十年魔剑了 听说那些工程师 是天天呢 在船上 就在研究设计 怎么样改良 因为当年的辽宁舰 它是一个 甲板底下有这个发射井的 要把那些通通拆掉 变成机库 对不对 然后呢 船呢 开出去 你不能让它还歪 因为它设计的时候 是有算过每一个重量 所以你看那个福特号 跟福建号 航母啊 乍看之下 两艘航母很像 对不对 但是你看那个飞行甲板 的那个角度位置 还有那个就是所谓的空桥的部分 那个是不一样的 那个福特号设计的比较 后方一点 中国的在中间 这跟船身的平衡啊 这个重心点啊 是算过的 各有不同啊 你不能说哎呀 中国超美国 那哪那么简单 什么都超 对不对 那个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套 因为这有算过 在海上 它的重心 它的飞行甲板 它为什么要 这个舰桥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让这个整个啊 这个飞行 等于是飞行塔台啊 在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 重量平衡的作用啊 你看那个英国的航母 它为了要抓平衡 后来放两个 对不对 一个是驾驶舱 一个是指挥塔台啊 那就这么 它其实在找平衡 不然干嘛搞两个 在飞行甲板上 那么碍事 就是因为设计上 它没办法 它非做两个 把它抓平衡 所以设计啊 很难啊 你看中国也很厉害嘛 对不对 辽宁舰十年 某一舰 完了以后出来山东舰 听说山东舰里面啊 跟那个辽宁舰啊 完全不一样 外面一样 飞行甲板 但角度不一样了 山东舰的角度啊 就调低一点点 没有那么高 调了一点啊 调了大概三度 那个看不出来吧 对不对 但是啊 让四核歼十五起飞 因为发动机也变啊 什么各种原因 好 那再来呢 就到了福建舰 福建舰的设计 又颠覆了辽宁山东那种 华耀式起飞 电池坦射 吨位变大啊 对不对 这完全是一个 又是一个全新的设计啊 而且那么短的时间就出来 就代表当年啊 在辽宁舰 还在那个魔舰的时候 实际上 003的案子就已经启动了 对不对 大家就开始研究 要怎么样做一个 能够超越 这个现在我们手上 拿到的辽宁舰 那种概念的 对不对 我要做一个比辽宁舰 更好的航母 就已经要开始着手了 所以大家就开始慢慢做慢慢做 终于现在看到了福建舰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关于舰载机的部分啊 不管是歼35歼15空警600 或是这个教练时啊 高教时啊 就是高级教练机时啊 实际上呢 这个正式在这个船上起降啊 大概可能是要到 我想明年这时候 大概整个海市的部分呢 所有的这个测试都已经完成了 舰载机是最后登舰啊 那登舰之后呢 这个就不是那么各一手一架了 对不对 那就多了 都要上去 照这个编制呢 这个譬如说 尖35跟尖15的配搭比例啊 就要上去了 那空警600 那最少有人说 是预估这个空警600 要有六架 要有六架 因为你不可能 这个要轮替嘛 那这个当然上面可能还有直升机 交通机啊 这些飞机啊 那当然呢 这个尖15跟尖35的比例呢 可能会是 刚开始的时候 尖15多一点 尖35不多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 调成尖35多 尖15少 最后尖15退出 这个所谓福特号 最后尖15退出福建舰啊 那就留在这个所谓 辽宁跟山东上面 因为尖15来讲 他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飞机 因为虽然他的设计 不是那么新颖啊 但在执行打击任务上呢 他还是有一定的威力 他的这个性能啊 各方面还是有他的存在的价值啊 而且有很多 兼15啊 这个使用寿命其实并不长啊 那如果那么快就淘汰 那也挺浪费的 对不对 那当然也可以到辽宁山东上面 继继续发挥战斗力啊 这不行 从陆地起飞 他也是一个很好用的战机嘛 对不对 好 所以整体来讲呢 大家只要有耐心 慢慢的等 我相信呢 中国的海军将来的这个航空母舰啊 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啊 这个七大洋啊 都可以看到有中国航母的身影 那当然大家甚至也在这两天讨论啊 这个004是不是核动力啊 005 006什么时候造啊 那当然如果造现在我们听到军方的说法 004啊 其实应该造的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当然是不是核动力呢 现在军方还是高度机密保密啊 但是005 006呢 如果造这个时间算啊 2030年啊 中国要完成海军现代化 应该是已经啊 开始动工了 安放龙骨啊 切割钢板啊 这个都已经开始动工了啊 因为现在中国造航母啊 这个已经是基务式建造 听说是30个主块同时开工 你想想看 那个速度很快啊 好的 今天是五一劳动节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呢 当然呢 我们要预祝啊 福建建海事成功之外 也预祝所有的朋友 劳动节快乐 大家呢 在这男的的日子里 好好休息一下 好吗 那今天非常感恩各位的支持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 一定要帮我订阅哦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 昨天呢 看到大家对于啊 习近平出访欧洲这件事情呢 都表达了观点 非常重要 那今天 还是希望您留下观点 对福建建将来的作战力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好吧 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 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 空中再见咯 拜拜 拜拜